内宇有他们 就不会完蛋 00后闪开 石后演员来了 七岁提名两大奖 咽压鼓励那扎 十三岁王胜敌 末沙演技炸裂 内宇要变成石后的主场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人们似乎才在感叹 00后演员在大荧幕 小银屏挑大梁 石后演员便已默默崛起 截至目前 电影末沙的票房 已经突破九亿 这不因受害者特写镜头 而争议不断的电影 最大的好评 来自于小彤的扮演者 王胜敌 当八十五花 九十五花 在荧幕上争得头破血流时 殊不知新人辈出的娱乐圈 已经开始有更新的新人 在暗战了 今天 我们就来说一说 2010年后出生的几位小演员 一部电影的成功 离不开多方的努力 末沙也不例外 导演柯万利 与陈思成关系密切 与一同制作也有签约合作 此前 由柯万利指导 陈思成监制的电影 《误杀1》口碑票房双丰收 网剧《逃人皆他阿姨》的 第一个单元故事 也由他拍摄 看得出来 有点天赋 网上一直流传 柯世辰扶持起来的导演 但打铁还须自身硬 他的资源回报率不错 而且也比较懂得感恩 《末沙片尾》还单独感谢了陈思成 导演来头不小 演员阵容也不错 一下子集齐了内鱼 王传君 港鱼 吴振宇 台鱼 张军宁 能把这三位请到一部电影里 真的下功夫了 在小演员的选择上 也能看出选角眼光不错 挑王胜敌来出演小童 真的太适合了 毕竟他演着类型的角色 真的在内鱼没什么对手 看过电影的朋友 应该对他饰演的角色不陌生 演技全程在线 前后反差带来的惊喜 真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绝 尤其是后面的那个转头像 被网友称为全片 MVP结算画面 还有观众 像极了张子峰在唐探一结尾的像 让人记忆深刻 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足以看出外界对王胜敌演技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 这并不是王胜敌第一次被夸 早在几年前 他就已经凭借优秀的演技 狠狠的惊艳观众了 在2020年的大爆网剧 隐秘的角落中 王胜敌饰演朴 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很多事情都有他操控 看完之后让人感到脊背发凉 2010年出生的王胜敌 彼时只有10岁 怎么不算有演戏的天赋呢 而对于他会演戏这件事情 很多娱乐圈的前辈们 都已经夸过很多次了 大鹏和王胜敌合作过电影保你平安 虽然他的戏份不多 但表现得很出色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大鹏称赞他 演戏很厉害 入戏超级快 与王胜敌合作 莫杀的王传军和张军宁 也加入他的夸夸团 王传军表示 王胜敌真的是天才型的小朋友 真的是强得可怕 彤星出道 演技在线 王胜敌被业内外很多人买骨 另外 由于王胜敌出演的影视剧 大多是悬疑题材 且多为非正面人物 所以他身上并没有很强的童星标签 成年后的转型压力也会小一些 以及他现在虽然只有14岁 但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 身高貌似即将170 加上气质还有那么一点酷帅 感觉有成为石花top的前置 以前都说那鱼完了 但我看未必 虽然有很多明星在混日子 但这批新人的实力很强 像王胜敌这样演技在线的女演员 竟然还有好几个 有她们在 那鱼就真的还有救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王胜敌长得有点像文琪 而另外一个同兴杨恩佑 给人的感觉跟他俩也极为相似 他们一起被网友称为哪吒戏长相 给大家放一张图 你们就说这三位像不像吧 文琪有演技 有奖相 就是资源差了一点 之前参加活动时还主动喊话导演 希望能有人找他演戏 值得注意的是 她现在转型当导演的苗头 之前自导自演的短片还入围了电影节 电影圈很残酷 女演员不容易 希望她能够闯出来吧 接着来说一下杨恩佑 她也是非常有天赋的演员 在杨恩佑还没出名之前 我曾在网上看到过她演的一个小短片 不说话的爱 当时真的有被演技震惊到 觉得她肯定前途无量 她在短片里面饰演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 前面没有台词 全靠眼神传递情绪 后面开口说话的那部分超级催泪 好演员真的不分年纪 再后来 电影《人生大事》上映 她竟然是该片女主 《人生大事》不仅是2022年的就是之作 而且还是一小博大的成功代表 成本不过意最终斩获17一家票房 当真是电影行业的美谈 这部电影也非常捧人 男主朱一龙先后拿下金鸡奖最佳男主 导演协会男主 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 女主杨恩又也吃了不少红利 她凭借吴小文这个角色 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是目前提名该奖项年纪最小的一位 提名时只有9岁 前段时期还入围百花奖最佳新人 在电影《人生大事》之后 她还主演了动作电影《目中无人2》 导演在采访时说 她为角色提前接受武打训练 而最终成片里的表现也很好 纵观她的影视词获 能看出来业内人士确实很看好她 大致做一步接一步 而2013年出生的杨恩又 如今才11岁 当真是前途无量啊 除了这三位之外 还有一位我感觉与他们有点相似的演员 她就是在电视剧《追风者》中 饰演牛春苗的兰西亚 剧中有一场戏是她去银行找魏若来 扮相和长相非常哪吒 而且也很像文琪 当时不少观众都以为是文琪演的这个角色 除了长相相似之外 她的演技也在线 以及牛春苗这个角色的人设不错 因此剧播期间 她也算是小小的出圈了一波 说个冷知识 蓝西亚竟然参加过音乐选秀节目《明日之子》 娱乐圈真的好神奇 谁能想到唱歌没混出头 竟然凭借演戏有姓名了 相比于上面几位小戏骨 13年的小花张细然又多了几分幸运 出生于2013年的张细然 现在也才11岁 但是已经入行拍戏三年之久了 并且作品已达十步之多 她6岁时参演了陈晓和王子文 主演的都市医疗剧《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由此开启了自己的表演生涯 因为长相很甜美 表演又很有灵气 张细然的戏约不断 随后还参演了《国民老公2》 《半成明媚》《半成雨》等电视剧 但是真正让她被人记住的 是犯罪片误杀 片中张细然饰演了男女主角的小女儿安安 尽管这个角色戏份不多 但是却是一个线索人物 她几次出现都预示着这场误杀的结局即将反转 比如当夫妻两人搬运尸体时 她在屋顶悄然注视着一切 再比如最后警察局长审问作为证人的她时 悬疑始终笼罩了这个悲伤的故事 拍摄这个故事时 张细然只有6岁 表演上肯定是灵气逼人的 但是桥段却是残忍 是真的 她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意境 从而跟随着其他演员一路走下来 足齐的表演天赋确实惊人 之后 张细然又出现在了口碑不错的推理喜剧片 《唐人街探案3》中 饰演童年时期的小林幸奈 也是这一年 张细然因为在《雾沙》中的精彩表演 被提名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和第33届中国电影经济奖最佳女配角奖 这预示着她的未来将会闪闪发光 锦绣男歌女心理师等作品陆续播出 观众也又一次在各种影视剧中 再次看到了小小的张细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风起霓裳》 有一说一 这部剧是真的烂 女主鼓励娜渣的演技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但小女孩琉璃的扮演者艾克达阿迪丽江 却实在让人难忘 作为一枚眼狗 必须得承认 首先吸引小编的就是小姑娘的颜值 听着名字就能猜到 她是新疆小女孩 精致的五官 高挺的鼻梁 带着一种抑郁时尚 像极了橱窗里的洋娃娃 小姑娘的表现又可圈可点 尤其是在男女主君拉胯的情况下 更显得小演员灵气十足 咱就是说 90后的古丽娜渣 真的不如时候的灵气小花 当然 演员能够演好戏 除了天赋之外 努力也至关重要 上面这几位女演员 演技能一直在线 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值得肯定 希望她们不忘初心 也祝福未来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